大家好,我是阿玉 又到了吃茄子的季节 今天我们用茄子来做包子 茄子怎么处理才原汁原味有营养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将茄子清洗干净去掉地 然后对半切开 切成小条 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放入到大碗中 再来准备两个青椒拍扁 然后切成小条 再切成辣椒丁 切好也放入茄子里面 茄子里面含有空气和水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盐来杀水 用盐来杀水的话 会将茄子里面的营养成分给流失掉 我们用手直接像这样揉搓一下 将茄子给揉扁 这样等一下好包子 并且营养也不会流失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芝麻香油 搅拌一下混合均匀 准备一把泡发好的粉条 放在案板上面用刀给它切碎 切碎之后放进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点点老抽 搅拌一下 拌匀之后再倒进茄子里面 然后搅拌混合均匀 再往里面加入食盐 花椒粉和蚝油 搅拌混合均匀 这样调好的茄子馅料 碗底没有一点水分 大大的保留了它的原汁原味和营养 然后我们再来和面 水里面加入酵母和白糖 搅拌混合均匀 水和面粉的比例是1比2 酵母和面粉的比例是1比100 边倒边搅 将面搅成面絮状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猪油 这样揉出来的面团会更加的光滑 做出来的面食更加的洁白 这个时候下手揉面 在碗中将面揉成面团 移到案板上面 用两个手掌向这样往前面推揉 这样能够快速的将面团给揉好 将面团揉至非常光滑的状态 然后搓成长条 下成小剂子 按板上面撒点干面粉 剂子的切口朝上按扁 用擀面杖往中间推 然后推回来 转着圈擀一圈 这样一个中间厚一点变圆薄的包子皮就做好了 打上馅料包包子 今天包的是柳叶包 这种散一点的馅料适合用柳叶包 它好风口 拇指和食指不停地往前面打折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柳叶包就做好了 包好之后全部摆进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发酵的时间要看自己家里的温度 现在差不多有30度 发酵时间不需要很长 大概45分钟左右 包子在发酵的时候 要时不时观察一下 看起来有一点长大 摸起来比较松软 像这样就可以上笼了 水开之后放进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大火蒸 13分钟之后 关火焖2分钟开盖 这样我们的包子就做好啦 看这样做好的包子 颜色是不是非常的洁白 蓬松柔软不塌陷 非常适合夏天的包子 没有加肉馅 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鲜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宇拜拜